首先在这篇文章开始之前,小棠要告诉各位小汤圆们一件事,众所周知,王源刚刚在社交平台发了一张胳膊的照片,言归正传,王源在晒照后工作室表示,一条有气温显示的更新,可能是原歌肤色史上最明显的一次非自然色差,那么,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? 其实就是王源自己,根据王源之前社交平台发的信息来看,王源有一段时间在农村度假,钓鱼和看彩虹,这个时候王源和大多数人一样,穿的是短袖,如此看来王源在外面疯的时候,肯定没有涂防晒,不然皮肤不会这么黑 不然你的胳膊看起来会有一种白里透黑的感觉,所以正确方式应该是穿黑色短袖,与它形成二次色差,如此一来,胳膊看起来就能白一点,其次这种晒黑,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办法能让它变白,只要后续注意,接下来过一两周,自己就会变回去 毕竟我们的王源是小奶源,肤色本身就白嫩,小唐个人感觉,袁哥被晒黑,其实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TFOS出道前,王源也是整天穿短袖在外面跑,由于阳光照射晒黑很正常,或许对于袁哥来讲,在农村度假的那几天,也是他最开心快乐的日子 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,他也需要开心一下 感谢观看